大家都知道 是今日這個時代媒體經營面對諸多的挑戰 但是我們星島不忘初心 一如既往堅持本地的製作 希望可以得到你們的支持 請你點擊屏幕下方的Buy Me A Coffee連結 直接贊助我們 可以參加我們的Buy Me A Coffee俱樂部 所有會員將會享有豐厚福利和禮品 第二節 我在上星期才讚過德國 說它的汽車產業還有和中國競爭的意識和能力 誰知道是白狀語讚壞人 話口未完形勢大變 只不過變的不是德國而是歐盟 就在前日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向歐洲議會發表年度盟情之文 宣佈向中國電動汽車啟動反傾銷調查 目的是用政府的行政手段來打擊歐洲汽車的對手中國 歐盟的這項政策是法國極力推動德國強烈反對的 都是歐盟的支柱 為什麼德國和法國在這個問題上立場完全相反呢 利益 德國汽車產業的利潤 據說三成多來自中國市場 如果歐盟真的打中國 中國報復 德國的損失都很容易 法國就相反 法國車現在在中國幾乎絕跡 而中國車在歐洲大賣 又會令法國車死多兩千種 大家都知道 馮德萊恩雖然是歐盟的領袖 但代表的是美國的利益 只要是打擊中國 他一定是劣手劣腳的 故此 今晚法國的壓力就好過德國了 亦都要怪德國自己的總理索爾茨不爭氣 太過弱雞 比著默克爾大媽還坐在那裡 怎麼到馬克龍和馮德萊恩之流在那裡耳民耳務 他只要擺出一個反台的姿勢 那些二打輪馬上就要不然閉嘴 不過 就算歐盟拼了老命 要和中國打汽車貿易戰 他贏的機會都不會大 大家都知道 傳統汽車市場是有分隔的 歐洲是高端車市場佔了壟斷地位 日本和韓國就贏在中低端市場 現在新能源汽車剛剛興起 競爭的焦點是電池 中國有些優勢 但不是很大 本來大家差不多都在同一條起跑線 無論美洲歐洲亞洲的車廠 只要你敢玩 懂得玩 都是有得玩的 美國的特斯拉 德國的賓士 保馬大眾 中國的比亞迪吉利 蔚來等等 不是都玩得挺過癮 德國車企雷諾 標誌都在玩 只不過玩得沒有人這麼好 原因就是後知後覺 既不思進取 又不會轉搏 搞到自己一點競爭力都沒有 你怪誰 就算靠歐盟一指反傾銷調查令 真是把中國車趕出歐洲市場 你就會鹹魚翻生嗎 你法國的汽車產業 反正都是這樣的死樣子 摺著就摺著 最慘的就是累死了德國 不怕神一樣的對手 最怕豬一樣的隊友 一點都沒有說錯 美國和中國打貿易戰已經五年 打成怎樣 是人都有眼見的 馬克龍、馮德、萊恩之流 還欺負了雙眼 前車之鑑 假裝看不到 還想捕捕美國的後塵 用最懶的方法 靠脫歐脫鏈來改變大勢 最終的結果 不用幾年 就會明明白白 放在他們面前 那時候 天都幫他們不可動 下一個話題 印度是一個神奇的角度 別人改正體 改國名 通常都是改朝換代的大革命 要流血 要打仗 要死人 他不用 整場絕食不合作運動 就可以從殖民地變成獨立國家 一夜之間 無聲無聲 就改了個國名 容易得到的東西 多數都不細方是好東西 就是 今年輪到印度主辦的國際大派對 G20峰會 據名發貼請飲的是巴拉特總統 搞到那些收到貼的國老英雄一頭霧水 喂 不是應該是印度總統嗎 這位巴拉特總統是何方神聖 等到來到新特里會上 發現桌上 東道主印度總理莫迪的位 那張名牌 也是巴拉特總理 才知道原來主人家改了名 那名的原因是什麼 據說 印度這個名字是英國人起的 殖民地色彩太濃 不符合印度今日世界大國的地位 所以要改為巴拉特 英文寸法是BHARAT 是古帆語 也就是印度咸豐的咸豐那時 曾經有過的原名君主的大名 婆羅多 我們不知道他的來歷不要緊 只是知道巴拉特或者婆羅多 都是很威水的名字就可以了 國家改名並不少見 我不質疑這個名字改得對不對 不過 改得這麼兒戲的 在我的印象中 又真的沒見過 麻煩你也提前 知會聲 或者楊獨佳斯項文 讓我們有些思想準備 現在搞得這麼突然 立即就成為搞笑的題材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印巴關係 以後就要改口 叫做巴巴關係 你說有朝一日 曼加拉國和婆羅多國 再加上太平洋島國湯家 要搞個自由貿易聯盟 簡稱曼婆湯自由貿易區 這就大吉利士了 這些都是下回分解 現在立即成為問題 就是最近風頭甚勁 被人叫到順口的金磚國家組織 BRIKS B-R-I-C-K-S 沒有了中間這個I 多了一個H 那算怎樣 怎麼讀 難道要跟著改名 莫迪被中國的網友稱為老仙 你看他四天之後就捉73歲 主政印度明年就滿10年 但是論到自覺 還是像小孩子一樣 一時一樣 說變就變 無獨有偶 同樣搞笑的國際大事還有一件 就是歐盟委員會最近明確規定 俄羅斯公民進入歐盟國家 不准帶手機 汽車 皮草 保蛇 旅行行行 公民包 衣物 牙膏 洗髮水 和廁紙 柏位一時不記得這麼多 再說多一次 是手機 汽車 皮草 保蛇 旅行行行行 公民包 衣物 牙膏 洗髮水 和廁紙 flaming 是什麼道理 你說汽車 皮草 保蛇 這些是車子版 容易理解 旅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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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iciency 都勉強可以接受 改了簡單魔衣物 不洗头不去厕所 但是不让戴手机 在今时今日的世界 就认真大件事了 最惨的还是衣物都禁 即是说要人江珠珠入境 你不让俄罗斯公民入境就出声 要不要去到这么尽 不单止侮辱性很强 伤害也很大 所以不怪俄罗斯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扎克罗巴说 这样的政策是种族主义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 建议暂停和欧盟的外交关系 我不知道欧盟委员会这些所谓的政治精英 他们在想什么 在这些幼稚成这样的政客之下 欧盟各国现在是一种怎么样的情形 将来会不会退回去鱼毛饮血的原始社会 号称是人类历史终结最好的社会制度 民主政制之下选出来的治国者 竟然是这样的事情 你都不是说不让人叹为观止 今天就说到这里 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说 多谢大家